三星最重要的配件是什么 当然是这款能够跨越多平台使用的S-Pen Pro 一支笔搞定三个设备 有点意思啦 没错 这支笔呢 就是三星的S-Pen Pro 那我今天就来好好地说一下这支笔 如果你有三星的Fode系列手机 平板和三星电脑 这支笔有多么的神奇 一起来看一下吧 三星手机原来还能这么玩 关注我带你体验不同的One UI 首先来看一下这支笔的结构 其实结构非常的简单 在这边有一个按键 一个是S-Pen 一个是Fode 也就是说这支笔又可以在 你的S23 S22系列的Ultra手机上面使用 同时切换到这边的话 就可以到Fode上面去使用 那么我们都知道 如果拿着普通的S-Pen 它是会出现这样子一个警告 那就要去使用Fode 去额外购买的那支笔 但是将那支笔又不能无线控制 在切换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调整这支笔的一个默认的频率 比如说我这支笔 现在是在Fode模式下面 也就是它是连接到这里 我要切换到这里 用蓝牙控制怎么办 我只是要切换回来之后 按一下笔这里的连接键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就有个通知 我只要点击连接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蓝牙功能 在这支笔上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同时如果我要把它切换回到这台的话 我只需要回到Fode模式 之后再点击这个连接键 这边就会让我去连接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快速切换了 那怕平时我是连接在这个手机上面的话 我依旧是可以去控制这边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现在的无线功能 就是连到右手边这里了 那么其实现在的Bixby日常 已经支持了很多的一些动作 通过这样子去做一个上下的切换内容左右 这些三星都已经搞定了 所以这支笔的话 我只要再切到这个模式 那么再点击这里 那又可以切换到这里了 再次点击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那么这支笔的话 是可以通过这里的Type-C进行一个充电 然后这样子充一次的话 基本上去用一个礼拜 没有问题的 那么最有一次来了 它还能连接你的三星电脑 当然这个三星电脑 我会单独再出一期视频 当我把这支笔靠近这个电脑的时候 这边会有出现一个小小的箭头 小小的点 其实只要这样子点一下 大家熟悉的S-Pen的快捷模式 都已经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再次点击的话 就直接可以在这里操作了 你看到我现在把这支笔 放到S-Pen模式下的话 它是可以去正常的绘画 然后我点住之后 就可以去擦除 但非常可惜的是 它没有办法通过蓝牙 来连接笔这本电脑 它只能连接平板和手机 所以对你来说的话 如果你有台Fold4或者3 然后有一个Type系列的平板电脑 我非常推荐你去购买这支笔 那这样子 它这台后面的一个笔 就完全不需要了 一支笔待在身边 就可以搞定两个了 但非常可惜 这个笔是没有办法在上面充电的 也不能在这上面做个吸附 体积也是非常的巨大 我估计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这个闲鱼上的价格又得涨价了 后面这个笔记本的视频就来了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拜拜 拜拜